今天我有個任務 那他是大鯊魚 或者叫俠客 奧尼爾他的家 每家庭影員 而且是私人的故事 看什麼電影好了 其實 還好耶 豪宅吧 他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你去哪裡都很遠 像我們一樣 這就是派對場 今天我有個任務 那就是要跟我的一位朋友 房屋經紀Cindy 她要來到我身後的這個 Givencourt 9927 那他是大鯊魚 或者叫俠客奧尼爾他的家 因為他現在這個房子要賣 所以我們今天就過來看看 這個房子究竟長什麼樣子 好豪宅 聽說要配豪車 所以Eston Martin我是沒有開過 坐一下還是可以的 其實我做這個房屋地產經紀 其實我做這個房屋地產經紀 不是只是對著Paperwork 這種紙張的合約 然後見客人 其實事前的準備非常的重要 比如說你要拍一條影片 你要去為客人展示這個房子的所有的一切的時候 你事先就要做這些 對想拍攝一個進場的鏡頭 就可能要拍好幾次 好我們來看看 Shark的客廳 哇哦 非常的大 而且非常有它的特色 超級特別的 你遠看是一個Truck 是個卡車 Shark在上面開著 然後你一近看就發現 現在居然是水平灰 然後有Superman這個超人這個logo 就是在很創作 其實非常非常創作 然後呢這個Truck後面其實 你當作一看就變成是一個電影院 家裡電影院哦 哇 這很酷 那很酷 男生一定喜歡 可是男生帶女生來更喜歡 很酷 家庭影院 而且是私人的部分 看什麼電影好呢 我覺得應該看 驚悚片 應該是最好的 其實豪宅吧 它還有一個很重要的特點 就是你去哪裡都很遠 比如說 我要去碼頭 是的 他們家的碼頭 所以就要走一段距離 然後要穿握一段花叢 然後呢 就會來到這裡了 好 豪宅就在後面 我們現在呢 在奧尼爾家門前 他自己私人的碼頭 所以我們說 擁有豪宅 不只是簡單的大 是生活格局的提升 可是我們說的生活格局的提升 還包括回家的方式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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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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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